聽眾各位專家選擇 我這位當事人真的是非常非常可憐 本來那個好的學歷對不對 然後在中國大陸就這樣被騙了一圈 人也沒了老婆沒有了錢也沒了 真的是那個人才經濟在大陸 回到台灣現在找不到工作 又遭受到家人異樣的眼光 怎麼辦呢 法律上怎麼能夠協助他呢 難道我們到中國大陸去找他那個被騙的老婆嗎 不可能嘛 這是我們這樣法律破敗的地方 我們是這樣認為啊 從法律界的實務界觀念而言 我們當初在立委會在制定這些限制政策的時候 本來是會考慮到有一些陸配相關的一些權益會受到損害 法律上可以解決嗎 你修法可以解決嗎 我感覺這次陸委會這次修法的相關規定開支議論會 目的不是為了要去解決陸配的一些相關在台灣生活上的問題 只是為了在騙水票 等一下我們那個陳立委會有更精彩的見解 那如果會提出這修法的目的 我感覺是說 絕對改不了幫助我要的當事人 應該是在停止修法的目的之下 先針對我的當事人 針對於他的個案 去做個好好的檢討 再來檢討我們這個政策啊 為什麼會導致他這種不幸的事件發生 我們這個陳姓男子很可憐 他現在已經沒有錢 他還沒有錢付我律師費 你知道怎麼辦嗎 我也只能免費幫他打官司 沒有台灣人嘛 就是要相互幫忙一下 但是這種事情 以後會有更多台灣男生到大陸被騙 那我該怎麼辦呢 入委會 你要拿出個相對應的解決辦法 也不只是要解決陸配啊 這些男性怎麼辦 這些男性的丈夫 我們是不是也要幫助他 他們才是真正的受害者 謝謝 好 謝謝律師喔 那接下來請立委紅授助 發表給您看吧